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等了好久 终于从美光那里上线到他们最新产品 Crucio T700 PCIe Gen5 NVMe M.2 SSD固态硬碟 它也是目前市面上读写速度最快的M.2 SSD 如我所藏这支2TB容量的读写速度 最高达到12400Mbps和11800Mbps 快的让人看不到车尾灯 而且Crucio T700的包装设计 完全和以往不同式Pro新系列产品 也同时推出Pro系列的DDR5套装组记忆体 美光原厂记忆体颗粒 而且不用超频就原生支援5600MHz 又带原厂散热马甲 现在特价极限一组32GB 只卖2419元 价格还蛮漂亮的 所以我就一起借回来测试 看看使用同系列商品效能能不能再多提升一些 好 那我们就先从T700 2TB M.2 SSD开始介绍 嗯 不错不错 这次Pro系列的包装设计 完全跳脱美光以往深蓝设计包装 创造出Pro新系列的清新科技活力感 在包装正面就是产品照片和名称 在下方处又再标示一次Pro文字 怕你不知道它是专业等级产品 右上角是这次Pro系列专用商标logo 而你购买M.2 SSD容量大小则是改用贴标方式来表示 上面有购买容量大小GEN5规格 最高读取速度12400MP每秒和5年有限保固 而会造就它如此快的顺序读写速度主要原因 是它采用群联126 PCIe Gen5控制器 由台积电12nm制程技术 多达8个快闪记忆体通道传输 是目前主流PCIe Gen5 M.2 SSD主要首选主控晶片 再来是它的颗粒是采用美光自家最新232层TLC3D NameFlash 相比先前PUPLUS的176层更大的读写频宽速度 又再快了50%加上针对Microsoft Direct Storage最佳化 温度过了保护、断电资料保护、主动垃圾收集功能 让T700足足强过其他Gen5 M.2 SSD的表现 接着在背后有多国语言产品介绍和厂商资讯说明 那快来打开盒子看看 盒子里面的T700是用透明塑胶盒 安稳固定好在运送保护上让人安心 而它的打开方式是上下盖拉开分离 就能轻松把T700拿出来 在最下层有一张多国语言安装指南 有空可以自行看一下 而我这次借测的是有搭载原厂散热器 它还有另外一种是贴上薄型金属散热片 所以就看个人所需去选择 但我是很怀疑 这T700自带散热器压制功力 虽然说它的散热规模很吓人 高达4层的散热结构层层分离堆叠 来达到散热块也不会相互干扰影响 整体做工看起来也不错 细节也有处理到没有歌手感 但这么高速毒血发热量的Gen5 M.2 SSD 只靠你一个厚度只有16mm的被动式散热器真的压得下来吗 唉 没关系 不急 等一下上机实测就知道它有几两种了 而在它背后贴有产品资讯标签 那产品开箱就先介绍到这里 来把它拆开看看它里面放了什么好料 而它的固定螺丝是用新字型 不同其他牌的实质型 诶 等等哦 它看起来感觉怪怪的哦 T700的内部散热贴好像是用自己特规点胶式散热贴 感觉只要拆开分离 两者中间的导热材质的密封度就会被破坏掉 这样导热效果一定会受到影响大打折扣哦 看样子还是别拆好了 免得等一下测试数据不准确 再说这也是商界商品 把人家东西搞坏 下次要再借就有点困难处了 所以如果你打算把T700装在主机板附的散热片上使用 或是加装自行购买的NR2 SSD散热器 一定要购买只贴薄型金属散热片版本 可以再省一些钱 接下来介绍的是美光Crucio新推出的 Pro DDR5-5600 312GP套装组记忆体 它是标准原生DDR5-5600频率 工作电压只要1.1V 持续为CL46 也就是说它不用开启XMP或是EXPO 就可以将记忆体频率定在5600MHz 这样就对于记忆体超频不是很有把握者的一大福音 就算是四支插满在主机板上 不超频透过开启XMP3.0和EXPO 它也是能回复速度稳稳维持在5600 又能低电压1.1V下省电使用 绝对比四支记忆体超过头掉到5200来得好 而且当我实际拿在手上感觉 它的做工质感真的不错 自带原厂消光黑色散热片 就算盖上去它的高度和厚度也没有变化太大 根本就是为散热空间有限的 ITX小主机所量身打造的DDR5记忆体 连盖上大塔扇都还有那么大剩余空间 你完全不用担心卡到记忆体问题 在散热片和记忆体 供电颗粒之间的散热贴 也是精准贴整对好 能够达到更好的传导散热和提高效能 这样的制作水准又是美光记忆体大厂设计深长 原生支援5600频率 又加上特位价格32GB套装组 只要2419元 又没有RGB光害 如果我的影片上片后过了特价期间 建议再蹲等一下 如果再次看到特价期 一定要马上入手一组 好 产品就全部先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快来上机实测吧 而这次测试机材主机版 是微星MPG-Z790 Carbon Wi-Fi 搭配CPU是第13代Intel Core i9-13900K 记忆体当然是美光Crucio DDR5 Pro 5600 32GB套装组 持续CL46 主系统M.2 SSD 是PCIe 4.0 2TB加装使用主机版的散热片 它的读写速度有7400和6800NB每秒 显示卡是微星Gaming X3RX6900XT 16GB 好 组装完成 快来开机测试吧 首先在主机版BIOS记忆体设定 再没有开启XMP超频功能 美光Crucio DDR5 Pro就是原生5600频率 就算我开启主机版XMP预设第一选项 也是同样落在5600 如果设定在第二选项 则只有5200 还不如不开启XMP功能 直接来跑原生5600频率 反而损失小一点 而目前测试的室内温度 为27度的冷气房里 首先在新机台测试刨一下游戏画面帧数 再不开启XMP记忆体超频功能 极限竞速地平线5 而电誉判客2077 都是一样维持高帧数画面水准 也没有因为没有开启XMP超频功能 而让画面调增太多 而且在DDR5 Pro的记忆体温度表现也非常的不错 都能维持在42-45度之间 看样子加了原厂散热片 真的让它凉快不少 表现真的优质 接下来就是我们重头戏 Crucio T700 Gen5 2TB测试 首先是Crystal Disk Info 目前传输模式为PCI 5.0-140 因为这是媒体测试用商品 目前写入量也快到800GB 而在开机待机5分钟后 附有散热器的T700温度已经来到52度 我的妈呀 这PCI 5.0的发热量真的不能小看 比现在PCI 4.0都高了4-6度的发热量 所以你的电脑机壳散热效能要再多注意一下 因为在我多次使用Crystal Disk Mark 连续狂操毒血性能测试 T700的工作温度 在原厂附的散热器可以把它压在64度 前后相差能达到12度 再看看T700被夹在这三股中间 左边有发热大户显示卡 右边有PCI 4.0 Honda II SSD 小软爐在左右相伴 你觉得T700它还有多少的散热空间使用呢? 所以如果你对M.2 SSD散热很要求 建议是买无散热器版本 加装我推荐9XM.2 SSD散热器使用 目前原厂散热器在开放测试平台 也是能压在64度左右稳定使用 如果你的机箱散热风流做得也不会太渣 你也是能放心使用原厂散热器爽爽用 不用太担心 而最后在空盘08测到读写速度 读取有12,340MB每秒 写入有11,606MB每秒 完全接近官方标示的速度 也是目前地表上消费级读写速度最快的 GEN5 M.2 SSD 当之无愧的王者啊 在4K Q1 T1 感觉好像只比PCI 4.0 M.2 SSD 好一点 还没有拉锯出两者很夸张的读写速度来 接下来是AAS SSD Benchmark 测试 在最后总得分是13,174分 IoPS约在94万和119万左右 我的天啊 测试过那么多M.2 SSD 的跑分也没那么夸张的分数 几乎是高阶PCI 4.0 M.2 SSD 的两倍速度 我想这一两年应该没有人可以超越T700了吧 接下来是大答案读取测试部分 一样用AIDA64来对T720TB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它全程大约可以在7500MB每秒左右读取速度到结束 老实说我觉得可能是AIDA64跑分软体 还没有更新到可以面对T700 这样破换读取速度 是有点拖略到它的真实表现 接着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这一次测试就比较接近官方标示写入速度了 在初期写入速度约在9800MB每秒左右 大约过了138后 会出现第四调数到3400MB每秒 又再马上回归到9800MB每秒 大约在25%又再出现相同问题 我想这应该是它的主动垃圾收集功能启动 而影响到它的写入速度 但也还好它的处理速度也够快 影响不会太大 接下来到3780 就很明显出现SLC模拟快取耗镜问题 首先会掉到4800MB每秒 再到41%后就直接掉到谷底 在那里有规律上上下下的跳动写入 最低速会来到1000MB每秒 最高速可以达到1900MB每秒 再看看T700的工作温度 一直维持在60度左右上下跳动 使用原厂散热器 也是能维持高速写入水准 不会有过高温度出现 所以T700 2TB的SLC模拟快取空间约有690GB左右 如此高的SLC快取 一般使用者在使用上根本也没有机会触发到 你的档案在高达9800MB每秒的写入速度下 你完全是来不及反应 它就写完收工了 真是恐怖啊 而测试到最后的958尾盘时 还会暴冲小提升一下速度到3400MB每秒 真的是让人小小的惊喜一下 再来用实际档案来写入测试一下 但这时我必须老实说一下 陪测的NR2 SSD也只有PCI Gen4的读写能力 完全是为不保T700的破万11800MB每秒的写入速度要求 所以这个测试也只能供你参考用 那一样使用上次的52GB大小测试档案 拷贝到T700 2TB里面 第一次测试预估完成写入时间 和PCI 4.0一样只要15秒 如果两者都是同样 Gen5规格 NR2 SSD应该会是如传言说的 只要7秒就能完成50GB档案大小写入 而且更则是它的写入速度 是一路狂飙维持在2.6到2.8GB每秒 到底 完全没有出现掉速现象 真的太强了 但不怕 我们再把52GB拷贝复制成两个在一起档案夹 总计有104GB大小 里面有452个档案 再拷贝复制到T700里面 结果这次写入速度更是狂妄到几点 直接飙升到3.2到3.5GB每秒的写入速度 看样子我的动作要再快一点 不然它的SLC模拟快取缓存清理速度真的太快了 还好接下来的三次测试 它就恢复到第一次稳定写入速度 但在写到第7次21%进度 总计有697GB时 应该是SLC快取耗尽 马上一路狂掉到1到1.8GB每秒之间的写入速度 在那上上下下一直到写入结束 而且之后的写入速度都是维持一样 就算写到最后98%满盘 也是维持一样的写入水准 没有出现夸张掉出问题 最后再写到98%满盘 再来用Crystal Disk Mark来测试读写性能 哎呀 看到这结果 感觉自己真的太狠心一点 直接把它写入速度超到只剩3631MP每秒 读取倒还好还有12,040MP每秒 但你也不用太害怕担心啦 会掉出那么多 主要是被我大档案连续狂写 到它的SLC模拟快取 根本还来不及清理 而且T700的清理速度也非常的快速 大约等一下就又恢复到破万的写入速度 最后在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区块的读写速度 已经达到PCI Gen4的水准1.5GB每秒 在超过256KB以后 就是展现它PCI Gen5实力 整个读写性能大爆发 都能维持在10.8-11.4GB每秒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那最后来做个总结一下 对于这次的测试Crucio DDR5 Pro 5600 32GB套装组记忆体 真的是让我想大力推荐 根本就是懒人救星 完全不用担心自己的记忆体超频技术不好 直接用它原生支援的5600频率 完全不用启用SMP超频 就算插满四字记忆体 也是一样原生支援到5600频率 不降频爽爽用 而且现在特价中价格也很优惠 又带有原厂散热马卡终身保固 如果有主DDR5记忆体新电脑打算 就先入手一组再说吧 再来是Crucio T700 PCI Gen5 2TB M.2 SSD 感觉真的蛮可惜 是我现在手上的电脑设备 应该还没有完全跟上PCI Gen5的脚步 没有办法把T700的实力全部榨干出来 而且我也觉得Crucio T700 应该还会再推出读写速度更快的版本 因为现在群年126 最大读写是可以到14000和12000NP每秒 也就是说现在T700的读写速度是被封印起来 感觉是留了一手准备下次来更新用 所以蛮期待下次能测到我所预料的未来读写速度更快的T700系列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以上美光Crucio Pro系列新产品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